男人要多久给老婆加一次班呢 作为一个男人呀 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 关系到你们的婚姻幸福 首先呀是30岁以上略带青涩的女人 一周呀至少要交流两到三次的感情 31岁到41岁的年龄段的女人呀 她的要求更高了 每周呀至少要陪她四到五次 如果说40岁以上的女人 那次数呀就不重要了 这个时候呀你要开始求智而不是求量了 因为40岁以上的女人呀 经过了岁月的洗礼 会变得喜欢那种满足欲望感 更在乎的呀是感受 要是你这种满足欲望都给不了她的话 不管呀你有多么的努力 她都提不起兴趣来 接下来重点来了哈 想要提高夫妻生活质量 就要在前夕下功夫了 所以说呀我强烈的推荐你们 用咱们家的这一款绝名死茶 就是这个哈 有一些男人呀 他们本来呀是很给力的 但是呢他一到关键的时候呀 他总是在被窝里放屁 而且呀在靠近你的时候呀 就可以闻到他嘴巴里边的口臭了 这样呢再好的气氛 都会被你给搞没了的 如果说你经常感觉到肚子里有气 经常爱放屁 口干口苦口臭 后背呀还很油腻粉丝大 尿黄起末头发呀还总爱出油 眼睛还干涩情绪呀还易怒 心情呢很容易烦躁 那么有以上这些情况呀 就是呀干不好的表现 今天呢我就告诉你一个很实用的小方法 你呀可以用绝名词 橘皮 枸杞 干草菊花还有金银花 你把这些呀放在一起用开水呢去冲泡五分钟 坚持每天去喝 一周以后呀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效果了 现在呀如果嫌麻烦的家人们 下方左下角的小黄车呀 给大家呀也配好这个成品了 就是这个呢北京同仁堂绝名子茶 它这里边呀是三十小包 咱们呀每天只需要取出一小包 用开水呀去冲泡五分钟就可以喝了 现在呀特别的给力 还有活动呢 拍二送一袋 倒数呀咱们是三大包呢 就是这样的三大包 大家呀可以带回去去试一试呦 咱们男人呀只有把自己的身体给他照顾好了 那咱们的家庭呀才能够更加的幸福美满呀